第1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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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出來這位鋒是誰嗎 他就是鼎鼎大名 890年代刺剎台灣難談的 第1中鋒 許東慶 育龍隊 用大家注意貓兒的情況之下 讓許東慶在籃下單吃 這是當年1994年 許東慶在甲組籃球賽 代表育龍出賽畫面 有異常的犯規要在家房裡頭 當年精壯的漢子 如今58歲 依然生猛 憑著200公分身高 許東慶不但長年是國家隊主力 還曾被日本挖角當外援 更是中華直籃第一代主師爺 陳肖令玉龍的夢想家總經理張宣明 要叫他短 夢想家領隊黑人陳建州 論資牌背還沾不上邊了 許東慶 進球場退役後 1998年申請移民新加坡 開啟籃球教練生涯第二春 去年11月寶島夢想家做客新加坡比賽 許東慶特地到場 為正宗育龍小老弟加油 當初怎麼會選擇移民新加坡呢? 比賽當天許東慶正豪也帶著新加坡 有很多原因 可能就是那時候出來是 九二一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很怕 所以說剛才要去一個沒有低陣 沒有台風的地方 剛來這邊人身進度頭的 完全就是一些朋友說明 所以可以教教籃球 在那個中學 還有新加坡國立大學 他們臨時找不到教練 看我幫忙 比賽當天 許東慶正豪也帶著新加坡國家隊 在同一場地練球 培育國外英才之外 對台灣的籃壇現況 還是非常關心 就是要看年輕的他們 後面台灣籃球 其實太久了 上次看的時候 因為可能陣容還不是很好 每次都有什麼旅學林啊 他們來加入 我想應該今年未來進步很多啊 大概在新加坡也帶國家隊 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指點 比如說我們的一篇那篇投約 我們在努力 老大哥會看到的 我覺得這就超越掌聲的能力 歡迎啊 歡迎下次來 給獄中心蔡玉龍綜合報導